你们来到墾丁玩的话,你们会选择住在哪里呢? 会想要住在墾丁街上的附近呢? 还是住在南湾? 下一次来这边,我住的是在靠近红村那边位置 还蛮多特色小吃的,特色咖啡店 那这一次我所选住的位置是比较靠近在 俄伦比跟传感石的中间这个区块 然后从我右手边看你去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的是台湾海峡,就还蛮不错的 然后我今天坐这间,就叫过韩古拉花园民宿 韩古拉花园民宿的腹地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你看到我的右手边,这里有个非常大的草坪 坐在这边真的是很放松,可以让你很放空 比如说像我现在所做的这个地方 就是他们的用餐区,我们的早餐就是在这边吃的 我觉得这里非常吃得般规律,因为这里有个非常大的库库展台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大小,我觉得可以三下十个人左右 游泳池,那个游泳池真的是小朋友一玩就会玩上你 我带Nemo来没多久,不然他不快一个小时吧 他才放心的,累的想要回房间 我这次所住的房间是一间双人房 就是我跟Nemo一起睡觉的房间 你可以打开这个房间门,你可以看到 左边就一个非常大的Kidsize 双人床 靠近窗户那里,那里有一个贵妃椅 可以坐在上面就是发发呆也不错 像我就坐在上面,玩我的手机 然后Nemo在旁边就玩他的小电视 然后你在往房间门走进去没有多久 你可以看到左边有一个化妆台 在走进厕所,你可以看到这个厕所也是非常的宽大 左边那边就是你的淋浴沐浴部分 然后又他的左上角那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浴缸 那浴缸,两个人躺在那里面非常的舒适 我跟我儿子泡在里面泡了非常久 差不多在玩水,就玩了快一个小时吧 我来这边住是富有早餐 提供的餐品我觉得还不错 大概六到八样的东西可以公平选择 那住在盘古拉,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地理规则的优势呢? 就是第一个他离船班师很近 在那边那个海域,我真的觉得他很适合给带小朋友去玩 因为那个海域的沙就是第一个他比较细 然后再来是在那边玩沙也比较安全 我记得船班师的正后方就是他们的消防局 所以在那边相对的在那边玩沙玩水的话呢 我觉得也相对的安全很多 那如果你想晚上一些特殊的水上活动 在那个沙滩也都有 然后晚上呢,住在这里的话呢 你还可以到肯宁大街去 从这边到肯宁大街的车程差不多大概不到10分钟车程 虽然肯宁大街东西好像没有像过往这么多人喜欢 但是我每一次来肯宁我还是会去 我想你们应该也是这样子吧 这就是我觉得我这次住在盘古拉花园民宿的一个特色跟特点 今天的住宿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一样底下留言 我只猜上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